金庸一生写了15部武侠作品 更是塑造了上千个性格各异的人物 然而在这么多的人物中 真正能配得上大侠这二字的人物 绝不会超过五人 红七公就是其中一个 在《射雕英雄传》中 求千任坏事做尽 更是投靠金人 然而就在众人要杀他时 求千任发出了灵魂疑问 谁有资格杀我 求千任质问在场众人 谁又没滥杀无辜过 场上众人听了求千任的话 面面相去 他们多少都曾做过一些违心之事 被求千任这样一问 不知怎么回答 就在这时 红七公直接跳出来 正气凛然地告诉求千任 他曾杀过231人 皆是大奸大恶之辈 红七公一生路见不平 行侠仗义 从未错杀过一人 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大侠 何谓大侠 郭靖认为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不过这个概念太大了 笔者认为 大侠最基本的要一生行事 无愧于天地 然后武功也要高强 像柯震恶就是为人正直 一生行事无愧于天地 但是他武功不算厉害 就比如神雕中 李莫愁灭陆家满门 柯震恶路过想帮忙 却也只能干看着 因为他实力不济 若不是有郭靖这个徒弟 柯震恶早就被李莫愁杀了 柯震恶眼睛怎么瞎的 不就是跟哥哥柯碧邪行侠仗义时 结果遇到了黑风双煞 最终哥哥柯碧邪被杀 他眼睛也被打瞎了 所以说大侠武功一定要高 不然行侠仗义 很可能会害人害己 凡事要量力而行 红七公之所以能够杀 231个大奸大鳄之人 就是因为他武功够强 那么问题来了 红七公为何实力这么强 年纪轻轻就能成为江湖顶尖高手呢 这就不得不说他的师父了 自古名师出高徒 红七公师父就是位绝世强者 曾经30岁时就以无敌于天下 就连扫地僧这样的高手都可轻易秒杀 那么红七公师父到底是何人呢 其实根据他的武功就可得出答案了 大家都知道红七公最厉害的武功是降龙十八掌 这可是盖帮的一门绝学 然而在天龙时期 乔峰做盖帮之主时 并没有把这门武学传给盖帮中人 后来乔峰被康敏诬陷离开了盖帮 因此盖帮之人也不会降龙十八掌 不过乔峰在燕门关前 却将降龙十八掌传给了二帝虚竹 让他帮自己寻找一位有侠义精神的传人 将这门武学传承下去 那么为何乔峰要委托虚竹呢 和乔峰关系最好的是段裕 不过段裕不喜练武 若是嘱托给段裕 他自己都不练降龙十八掌 还怎么找传人 至于不传给盖帮中人 纯属乔峰不怨 毕竟曾经被盖帮众人诬陷 乔峰内心没怨气是不可能的 所以才将降龙十八掌传给虚竹 拜托虚竹帮他物色一个人品好的传人 将这门武学传承下去 虚竹找的这个传人就是红七公 可能有的读者会说了 虚竹和红七公一个北宋时期的人物 一个南宋时期的人物 时间线对得上吗 这个完全没问题 要知道天龙结尾 虚竹不过二十多岁 已经到了北宋中后期了 逍遥派门人 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活得久 天山同老活到快一百岁了 李秋水也八十八岁了 这二人还是打斗而亡的 以虚竹实力活过百岁不成问题 何况射雕时期 不过才南宋初期 红七公已经六十多岁了 所以时间线绝对能对得上 虚竹本身就继承了逍遥三老 二百多年的内力 论内力的话 天龙中没人比得过他 又得乔风传寿降龙十八掌 扫地僧口中的天下第一外门功夫 以虚竹的实力 怕是三十岁已达到天下无敌 纵然是扫地僧也可被他轻易秒杀 不过虚竹武功大成后 并没有急着找传人 将降龙十八掌传下去 因为他对丐帮这群人不喜欢 当初这些人诬陷过大哥乔风 一直到丐帮这批人都老死了 虚竹才找到一位人品不错的少年 传给了他降龙十八掌 并让他败入了丐帮 此人就是后来的红七公 红七公不但会降龙十八掌 还会一门武功叫逍遥游 人品又好 这一切的蛛丝马迹不就对上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更精彩的内容 红七公绝不只是个武功很高的吃货 不信你看他搞得一帮两制 当年康熙年间出现九子夺敌 这个故事在中国几乎人尽皆知 可见潜在继承人多也是烦恼 然而更大的烦恼是没有一个特别理想的继承人 丐帮主红七公位列江湖五爵之一 北丐名震四海 这个终身未娶未嫁的老者 看似简单 实则极富智慧 他笑容可居 如春日暖阳 又如吃货般可爱 让人忍不住亲近 但别看他这样平易近人 实际上却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物 分治静一派和巫一派 游刃有余 他带领的两大弟子郭静和黄荣 更是江湖中的翘楚 特别是他在帮主继任人选上的抉择 更是妙诀 他以一帮两制的方式 让执掌丐帮和镇帮武功传承 同时并行不备 堪称一绝 红七公的智慧和眼光确实无人能及 首先 红七公的吃货本色是毋庸置疑的 而他的武功同样高强 在吃这一方面 黄荣虽然做得一手好菜 但是难得的是高山流水玉之音 红七公的品鉴堪称美食家级别 即使是复杂至极的菜谱 如好球汤 红七公也能品鉴的头头是道 连斑鸠肉都能出来 一道御敌谁家听落霉 他更是猜出其中各种肉的滋味 连张腿肉揉和兔肉居然都能尝出来 绝对超越一般的自身吃货 说到武功 红七公堪称巧楚 他的降龙十八掌可谓是外门武功中的巅峰之作 这套掌法以雄魂的内力为基础 一旦施展 刚猛无比 无人能敌 红七公在未修得炉火纯青的境界时 便参加了华山论剑 得到了王重阳的极高赞誉 王重阳离世后 欧阳峰尚未溺恋九阴真经之前 红七公实则已成为江湖中的第一高手 在杨过口中 我们得知了吸毒欧阳峰与红七公的一场对决 红七公的打狗棒法精妙无比 欧阳峰虽身怀绝技 却也耗时颇多才将其破解 若真临阵对敌 欧阳峰或许难以抵挡 而东邪与吸毒的多次交手表明 他们的武功不相伯仲 但红七公的武学过于质朴 比之技巧性虽有所不足 但以力致胜 实战中 红七公的胜算似乎更大一些 南帝段志兴的武功艺术上成 但与红七公相比 难分高下 但他曾被欧阳峰算计 花费数年才将内功恢复 如此一来 他的进境必然受阻 因此 在实战中 段志兴恐难敌红七公 难道红七公 仅凭高超的武艺和吃货本性 就能稳坐丐帮帮主之位吗 显然并非如此 他不仅具备了高超的武艺和美食家的心 更是有着广受爱戴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红七公以他高超的才干 选派卢有脚掌管静一派 乌一派则有简长老副主则 而且采用轮流换穿静一和乌一的方式 让两派不生芥蒂 值得一提的是 红七公在教导徒弟方面也展现出了他的过人之处 身为天下武爵之一 又身为丐帮帮主 他的眼界自然无人能及 在选拔弟子时 他官人余威 宁缺无烂 宁可一直不收徒弟 也不乱收徒 当然这也导致他一直没有门徒 事实上 红七公的选择并非偶然 作为丐帮的帮主 他深知丐帮的荣辱与他的个人形象紧密相连 若是收下的弟子武艺欠佳 便等于在玷污丐帮的名声 经过层层挑选 他最终选定了郭静和黄荣 作为自己的徒弟 在众多的弟子中 仅有郭静有幸成为了新武爵之一 这也充分证明了 红七公的眼光之独到 郭静和黄荣的 才能远超其他武爵的弟子们 在寻求南帝救治黄荣内伤的路途中 他们的文采和武艺 均胜过于乔耕读四大弟子 剩下的诸如欧阳克之流 全真七子等 他们更是无法与郭静黄荣夫妇相提并论 在挑选丐帮帮主的环节上 红七公展现出了他高超的智慧 他环顾丐帮诸位长老 左顾右盼 犹豫不决 实在无人能托付重任 实际上 丐帮也确实缺乏优秀的人才 红七公为何对帮务不太热衷 主要是因为帮主这个位置 他并不称心 他找不到杰出的人才 来继承自己的事业 实际上 不只是红七公面临这样的困扰 武爵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东邪最为惨淡 陈梅屈鹿等弟子均已打残 门下人才凋零 吸毒心肠太黑 弯弯绕得恶毒心思不敢见光 因此只能单传 但欧阳克的天资毕竟有限 蛤蟆公一直不敢传授 武功显然不及郭靖 南帝的武学一波继承人 朱子柳勉强合格 只是离绝顶高手尚有差距 更无法与黄荣 郭靖相提并论 中神通王崇阳本身就不重视武学 权真七子中最后只有邱楚姬的武功 算是较强 但距离绝顶高手终生无望 权真教天下武术正宗的地位注定不保 一代不如一代 必将走向衰败 然而 红七公虽有郭靖与黄荣这两位杰出的弟子 但若单独拎出来担任帮主 却也问题多多 郭靖为人忠诚善良 内功深厚 降龙十八掌威力无匹 武功超群 然而在人情事故上却显得稍显不足 不懂权变 口才一事一般 以他的单纯心思带领丐帮 固然没有敢惹 但是丐帮从此死气沉沉 无任何活力可言 难免走向衰败 黄荣则口才了得 加上蹊跷玲珑心 组织才能一流 无论管人还是整人都是一把好手 实为厉害的管理人才 但他修炼的武功达不到绝顶之境 东邪一派的武功基础 走的是以柔克刚的路子 让他修炼降龙十八掌 丐帮的阵帮绝学不免大打折扣 传到后世预计衰落的愈发厉害 让人无法直视 而且黄荣这姑娘计谋虽多 却少了些沉稳 假以时日 丐帮在他手中怕是要染上几分邪气 路数变得难以捉摸 此等局面 让人颇感愁苦 一番思量之后 红七公终于想出了一招 极聪明的办法 那就是让黄荣接任帮主 在他自己尚在人世的时候 历练一番 他也好顺手帮扶一下 让他修炼精神的打狗棒法 及逍遥游等武功 而教授郭敬祥龙掌法的最后三掌 并点拨诀窍 让他学权学好降龙十八掌 练成这门绝技 日后便负责传承这门绝技 然后作为前任帮主弟子 兼现任帮主丈夫的身份 充当黄荣的得力助手 手续上看来 丐帮是传给了黄荣 实际上却是郭黄夫妇 共同执掌丐帮 小说中 表面上是因为黄荣 极善处理人际关系 用他那无敌的厨艺 收服了红七公的位 红七公因为不好意思 才传授武功 郭黄也同时成为 红七公门下围二的弟子 黄荣自己 更是成为丐帮帮主的顺位继承人 而红七公会收下这两位弟子 其实并非因他们献上的美食 这些只是额外的奖赏 实际上 红七公看中的是 郭敬黄荣的人品 and资质和潜力 他的目光独到 深知丐帮 必将在郭黄夫妇手中 大放光芒 也正是红七公的 一番深思熟虑和精心安排 丐帮在传到黄荣手上之后 升为更上一层楼 郭黄夫妇更是选择了自己成龙快婿 后一辈中仅次于杨过的人才耶律奇 充当帮主 丐帮再得一个一流人才充当帮主 继续辉煌几十年 然而看看武爵其他几个 东邪门下仅有武功最弱的成英来传承 后世最终没落 吸毒欧阳峰自欧阳克死后 主之绝脉杨过不算欧阳峰的直系门人 南帝门下参差不齐 朱子柳仅仅算是一般 四传之后只剩下朱长陵那样的斯问败类 忠神通的全真教教廷被毁 武功再也无法领袖群伦 门徒七零八落 流落江湖 时间反复冲刷底细 红七公的巨眼识人 最终看出端倪 经年之后 只有丐帮维持既往的繁荣 声威丝毫不坠 而其余武爵都只是昙花一现 很快销声匿迹 足见红七公不只是个贪恋美食的武功高手 实在是一个人杰 他搞得一帮两制更是高明老道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